209 太陽報 醫之健 小學生牙齒受創百分之六十二因滴倒 2015年7月18日 港文A17 本報信 又同玩樂時難免會跌倒 但要小心牙齒受創 香港醫學集資披露粉嶺兒和牙科診所一項回顧調查 05至12年間接獲220名小學生牙齒受創個案 以男童居多 多數發生在校內 與跌倒有關 專家建議加強教師對牙齒急救知識 有助防止牙齒損傷惡化 教師熱增牙齒急救知識牙齒受創個案的220名小學生年齡由6至14歲 包括140名男童 79名女童 涉及355隻牙齒 調查顯示 一隻牙齒受傷有117人 意外多數發生在9歲 其痴是8歲以及10歲 六成2個案因爲跌到人治 其痴與碰撞及搭單車有關 以牙齒半脫毀最常見 其痴是牙齒震盪 約六成五有牙齒半脫毀或牙齒震盪人士 更有牙冠斷力情況 學童多數在校內弄傷牙齒 小數則在家中 泳池或遊樂場等 牙齒受創以上惡症中門牙居多 其痴是想惡則門牙及下惡門牙 負責研究的專家建議加強教師對牙齒急救知識 例如牙齒被撕脫之後 即時在現場放回牙槽 或用冷牛奶浸採號赤收齒 防止牙齒損傷惡化 再前往牙科診所治療 這麼少問 所以這邊給大家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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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